今天最hot的热搜大头条 几个话题带您看看 选举快要到了 最后倒数不到两个月了 最近传出来 庆民党主席宋楚瑜有意出来 第四度的角逐总统大位 怎么会诱出来呢 对于宋楚瑜参选 万传两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为了 庆民党自己未来的发展 跟立委选战 而另外是认为 跟韩国瑜是有关的 因为现在宋楚瑜觉得说 好像有一些 这个蓝营的选民当中 有不少人是反对韩国瑜的 那么如果他自己出来参选的话 可以为这些反韩选民 制造一个出口 反而会把票转而投给他 那么另外来带您看一下 日前有一个韩粉网红 叫做高军军 他擅自闯入了 民进党造势活动现场 跟媒体发稿的区 直指记者说是网军 全程好像是一场闹剧一样 这引发了记者众怒 不过这个男子昨天 傍晚再开直播 他说自己做这样的事情 确实还蛮脑残的 他认为这个确实是 自己的一个不当 那么另外来看到 高雄铁路地下化工程 去年才刚刚进行通车启用 但是南回铁路的柴油 发电列车经过的时候 有一些废弃会导致高雄 跟凤山月台的地下室 这个地下月台的部分 学浮为例指示 PM2.5的浓度是瞬间飙高的 乘客眼鼻而战务人员更是苦不堪源 非常痛苦 实地检测一下 这高雄站的列车进站 瞬间PM2.5真的爆高 标准值来到了17倍以上 所以大家是非常痛苦的状况 好另外来看看 刚刚的新闻当中有报道过 南投的奥万大森林游乐区 有个小朋友坠桥身亡了 而检警单位相验确认他的死因 而死亡的这个男童父亲 今天也出面厘清 他说当时有牵着小孩子的手 从头到尾是没有放开的 绝对不像外界部分网友所说的 放任自己的孩子 在这个园区 在这个桥上面 随便的攀爬在围栏往旁边 一个父亲真的是非常的心痛 另外来看看中国国台办 今天发布了有26条措施 内容包括台湾人可以在 中国的驻外使馆 申请旅行的证件 扩大招收台湾的学生等等 而陆委会对此批评说 这些措施根本就是名为会台 但是实际上是一个立中的政策 这本质上是一国两制的政治操作 也凸显到了现在中国 很想要介入台湾的选战 那么最后来关注到 韩国瑜抛出了学贷零利率的政策 被炮轰 政府其实早就在做了 现在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只是有牌付条款而已 而他老婆李嘉芬呢 昨天被问到学贷呆将怎么处理 他居然回答说 政府就干脆把他吃了吧 反正几千亿都在浪费了 蓝委帮着韩国瑜高喊学贷免习 你是不要还 你是政府 我想这个 我想我才能给你 说你苦学书生 过去在上学的时候 我爸爸都是用标会来付我的学贷 我通通都要护习 你要讲钱的情况 来自最后 蓝委护航连苏建隆身家背景也拿来做文章 点名八大行户呆帐那么多 何必计较学贷 不是免费的午餐 那这个是一种机会教育 那这个钱是来自于社会的 所以这个钱也应该 就是说事实地要参与本金跟利息 韩国瑜抛出学贷免息 李嘉芬还想出解决呆帐的夸张方法 政府吞也就是全体纳税人吞 学代免息的后果跟配套 似乎不在韩正英考虑范围 那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 台湾的财政负担是不是会增加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政府去年才第一次出现 就是说财政收支平衡 那现在是要走回头路 走回红包式的这种补贴政策 然后让台湾的财政失衡吗 根据教育部统计 目前申请学贷还没还清的人数 大约88万多人 平均每年再新增23万人 政府目前祭出减免利息 延长等优惠 一年就要补贴23亿给银行 如果扩大到学生全数免付利息 出过一年要付出39亿预算 英国2012年就曾祭出 学贷还款年限最多30年的优惠 最后累积出将近2000亿台币的呆帐 韩国瑜抛学贷免息 李嘉芬说呆帐政府吞 豪华牛肉餐一道接一道 却没仔细想如何兑现 这里是杨茜茜 朱士军台北报道